枯木、垃圾、杂草 台东市区峰谷南路接近海边的排水沟 因为过于狭窄又杂草丛生 造成排水不顺畅还有淹没附近农田的情况 开挖后又因为道路没有照明设备 车辆若不小心就会掉落 而且出海口处因为削拨块还有垃圾堵塞 大潮来的时候经常会海水倒灌淹没农田 县长黄坚廷在12月19号下午 有建设处长许瑞贵 副处长罗淑源等陪同下前往勘察 先议员张国舟、陈志峰 还有当地的里长还有李明也到现场关心 地方上反映这个沟渠需要重新整理 不然那个路也一直坍塌 排水的系统也有一些状况 那我们都会在利用今年的工程的结育款 尽快来帮他们处理 另外真的要很沉痛的在这边呼吁 大家真的不能这样子乱丢垃圾 那个我们看到的垃圾是一整包一整包 是蓄意的 那么大量的垃圾这样在丢 那实际上这个是破坏环境 这个污染了我们的海洋 解决排水问题并且拖宽道路 是县府能够允诺的 但是出海口一袋袋的垃圾造成堵塞的问题 却是民众的功德心才能够彻底解决的 只有民众不随意乱丢垃圾 县府做的改善工程才能够真正给大家一个顺畅的排水系统 东台新闻范耀玲采访报导